第1159章 昆陵 这些是将空间震得呈现扭曲迹象 林栋两人的周身 众人已是退开 两人显然都是修炼了同一种高等武学 看这模样 他们似乎想要在这上面略做比拼 不过 两人原理修为的确是颇为有些距离 眼下明显是柳青占据了绝对上风 不过 虽说青龙光门肆虐 但林栋周身三百道紫金龙门却是稳稳谈居 虽然数量不及 但瑞谁都是能够感觉得出来 只论质量的话 这单一的一道紫金龙门 要比那青龙光门更为的厉害一些 柳青目露惊光的望者 那在他气势压迫下犹如磐石般的林栋 也是咧嘴一笑 玄机其身体微沉 一拳轰出 这一拳并没有任何的精妙 只是在其拳风轰出时 其周身八百道青龙光门皆是仰天咆哮 而后化为一道狂暴无比的青色红光 直奔林栋而去 青光红光游如一条巨龙般的呼啸而过 下方山峰直接是崩裂出屋 一道道巨大沟去 整座山峰都是在此时一分为二 柳青这一拳显然也是相当之凶横 林栋望着那在眼瞳之中 极速放大的狂暴青红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凝重 他同样是没有任何要闪避的迹象 眼下这柳青摆明了 是要试探他对青天化龙爵的领悟程度 若是退缩的话 反而引他思想 心中念头闪烁 林栋已是一步踏出 紫金光芒席卷 三百道紫金龙纹席卷而出 直接是一拳硬生生的与那呼啸而来的青红硬汗在了一起 青色与紫金色的光红在那接触之点弥漫开来 下方本就摇摇欲坠的山峰 顿时在那可怕的冲击下彻底的崩碎开来 巨石飞溅 山峰崩塌 而在那等冲击下 林栋身影也是迅速的到势而出 不过他的脚尖在虚空轻点 浩瀚的银白精神力弥漫出来 直接是硬生生的将其身体稳住 也是将那股冲他而来的进风尽数的抵御而下 果然厉害 林栋心中暗惊 这柳青的实力比起天龙妖帅 段涛这种普通的转轮镜强者 的确厉害了太多 如果林栋不使用小福宗的精神力的话 恐怕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吻下身形 林栋抬头望着不远处 那身形纹丝不动的柳青 不由得保全孝道 柳青大哥这青天化龙爵果真厉害 不愧是洪筐龙骨 三百道青龙光纹 能够与我这八百道龙纹抗衡 你若是和我同一个等级的话 我想要剩你恐怕是极难的事情 柳青盯着林栋 脸庞上的狂击终于是收敛了一些 旋即他叹了一声 说道 哎 青日大人的眼光的确极好 柳青大哥过签了 若不是我身怀洪荒龙骨 也是难以将青天化龙爵发挥到这种程度 林栋笑道 能够得到洪荒龙骨就是你的本事 当年我被那位虐得四季活来都没成功 只好退而秋其次获得远古龙骨 柳青黑黑一笑道 林栋也是忍不住地笑了笑 想来柳青嘴中的那位 应该是那位六指圣龙帝了吧 哈哈 林栋小哥别生气 柳青啊 他就是这副脾气 不管数不数 打了再说 族内所有长老 即便是族长 都是得为他挑战了一个遍 段涛笑着走上来 说道 林栋恶然 暗道 果然是个战斗狂人呢 你们也是冲着吞噬之主的传承来的吧 林栋随即一笑 问道 哈哈 我听族长说过 你便是如今吞噬祖父的掌控者 不过这吞噬之主传承 我也挺感兴趣 到时候谁能获得 恐怕就得看本事了 柳青凑上来笑着望着林栋 话语间倒是没有丝毫拐弯抹角 也没有掩饰他对吞噬之主传承的渴望 那便公平竞争吧 林栋笑着道 如今这里啊 竞争对手太多 也根本不缺柳青一个 而后者这种直接挑明 也比一些背后放冷箭 更让人放心 哈哈哈哈 好 柳青大笑 玄气道 不过你放心 如果真是没机会得到的话 还是会帮你一下 毕竟你是我们龙族刑罚长老 是自己人 林栋玩儿 心中对着柳青的好感 倒是上升了不少 眼下这四霸族已有三族抵达 那昆蓬族却是还未露面 林栋身旁 小雕目光扫了扫 而后倒 他们必然会来的 昆蓬族的速度 这天地间 怕是无人能够出其左右 只要他们想 随时能够抵达 助理大长老笑着道 话音刚落 助理大长老神色便是微动 笑道 真是说来就来 这些家伙 还是那么神出鬼没 哈哈 助理大长老 倒是看到起我昆蓬族 论起速度 你们天妖雕族 可同样不差 天空上突然有着笑声传来 林栋抬头 旋即眼神便是一宁 是见得那天空空间 竟是急速地扭曲起来 而后空间挤牙间 竖刀身影 便是这般诡异的 自扭曲空间之中 蠕动地浮现出来 自扭曲空间之中 走出来的人 竟有五人 那围守者 是一名银发老者 他的身材颇为矮小 然而 那自其体内 弥漫出来的惊人波动 却是丝毫 不比助理 穆迪等人弱 原来是 昆渊大长老 助理大长老 望着此人 倒是一笑 看这模样 显然也是认识 这就是 昆蓬族的人吗 林栋也是有些好奇的 打量着这五个人 五人 四老一女 所以她的视线 略做停留 便是看向了 那唯一的女子 这女子一身红衣 眉梦如画 身材高挑玲珑 看上去 依然是一个大美人 只不过 那娇俏的容颜 却是冷如寒冰 同样是 璀璨的银发垂落下来 令得 那本就寒冷的窍脸 寒气更浓 而且 最让得林栋 感到错愕的是 她发现 这女子体内 原力竟是相当弱 感应去 恐怕也就 堪堪达到了 此寻境小城的实力 这种实力 竟然也敢来到这里 这胆子 还真是不小 咦 不对 林栋微微皱眉 旋即心中却是一动 这女子体内 原力虽然弱小 但仿佛却是 有着另外一股 极端强横的力量 这种力量 还很熟悉 而在林栋 打量着 这红衣银发女子时 后者仿佛 也是有所感应 当即那凤母 便是转移而来 也没有丝毫的废话 毛子中 竟是有着 银白光芒闪烁 一股奇特的波动 直接是对着林栋 暴冲而去 精神力 这股波动刚刚出现 林栋眼神便是一领 旋即 吹蠢一弹 同样灵力的 银白色精神力呼吸而出 直接是将那大波动 深声地震散而去 两股强大的精神力相撞 并没有任何的巨声传出 只是林栋两人 身体结实微微一震 这女子 竟然也是一位精神力 踏入了小夫妇的 精神力强者 林栋眼中有着惊恶之意涌出来 她怎么都没想到 她第一个见到同样将精神力 进入了服踪镜的人 竟然会是一个 如此千娇百媚的冰山美人 当然 眼中浮现惊恶的不仅是她 那位红衣银发的女子 那张冷落冰霜的脸颊 同样是在此时略过一抹精密 玄机凤幕深深地看了林栋一眼 显然她也是觉察到了林栋那不逊色于她的精神力 看来这位小友 言下这位小友可并不弱你 林栋听得此话 头皮顿时麻了一下 这老头不安好心呢 这样说话岂不是为她招惹仇恨吗 想到此处 她便是看了一眼那红衣女子 果不其然 从后者那冰彻双毛中 她看见了一丝灼热之意 这位朋友 若是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切磋一下精神力 那名为昆灵的女子 虽然看上去冰冰冷冷 不过似乎对于林栋这种年纪的人 就能在精神力之上面 与她们媲美相当的介怀 当即便是开口 那声音轻轻柔柔 虽然好听 但却是让着林栋心中苦笑了一下 有时间再说吧 林栋无奈摇头 随口敷衍了一下 她如今忙着争夺吞噬之主的传承 哪有时间来陪她玩啊 一旁的助理大长老见状也是一笑 然后将话题扯开 目光看向那荒原深处弥漫的钢峰 说道 我看明天这里钢峰便会减弱 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 进入荒原的深处 寻找那破碎空间 如何 对于她的话 周围众人略以思量 皆是微微点头 林栋站在一旁 他望着天底间云集的强者 忍不住的撇了撇嘴 现在的这里 恐怕汇聚了腰域近半的强者 四霸族 八王族 以及那些在腰域有头有脸的大势力 皆是派出了顶尖强者前来 看来此凡吞噬之主传承的争夺 将会有一场极为激烈的龙中虎斗了 想到此处 林栋首长也是紧握 下一撒 他眉头突然一皱 视线转向了某处虚无空间 先前的瞬间 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种 忌惮的窥视之感 那种感觉一瞬即逝 就连林栋都搞不清楚 是否是错觉 因此他只能摇摇头 不过不知为何 内心的深处 却是感觉到一股细微的不安